那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一个主题呢是 那我们都知道 不管在哪个国家 在朋友中特别受欢迎的呢 肯定是那种 懂得怎么样去称赞别人的人 这里的称赞不是说拍马屁 或者很油的那种 是如果别人真的有什么优点 或者很能准确地表达出 自己的赞赏之情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俄罗斯人一般是怎么来称赞别人的呢 下面是几种表达赞赏的方式 这些句子 特震撼 超级震撼 超级棒 这里是用的副词 所以是短尾 或者说 这个太好了 这个其实 就是比 就是 它的说的更高级 相当于比 好还要更好 极好的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然后这个又更进一步了 это 也是非常好 极好的意思 也是非常好 极好的意思 也是非常好 极好的意思 棒极了 非常好 这个极吉他这个副词呢 我们看到前半部分是根据那个 跟极吉他一样是奇迹的意思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指 想象不到的那么好 像奇迹一般那么好 就是非常好了 当然 称赞别人的时候 有时候夸张一点点 没关系的 这个 也是副词 是 棒极了的 令人吃惊的 我们看这个词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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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使人惊讶 所以这个副词也是让人惊喜的好 это 词 总之这些都是表示这个太好了 下面还有太好太妙 это было великолепно 如果我们翻字典的话 它会说是极好的 富丽堂皇的 其实我们如果看那个字典的话 会觉得富丽堂皇好像是指建筑 或者怎么样 其实不是它指很多 比如说电影的场面或者一件事情的那个情况 都可以用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它可以用来形容过去的某个场面 你可以说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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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词词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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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是太奇妙了 太美妙了 简直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么好的意思 是指可能的 有可能性的 很可能的 就是指不可能的 做不到的 它上面有 前面有接了个prost 根本就 简直就 做不到嘛 怎么会这么好的意思 而prost невероятно Lutche nie beware Lutche nie beware 这句说 太棒了 太好了 没有比这更好了 的意思 你看这个 Lutche 是指更好的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比这更好的 没有比这更好的 Lutche nie beware 然后呢 下面我们会说到的 就是跟朋友说话 使用的那些 比较口语的形式 Kluta Kluta 像我也有那个 Kluta 有时候发上照片 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会评论一个 Kluta 或者 Hallorsenkaya 类似的 总的就是 好棒 好酷的意思 Kl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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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好 好得出乎意料 Affigen 太棒了 Zashibiz 也是太棒了 这个就是 我想一下怎么弄 而且这说话 一定要用很夸张的那种语气 说 Affigen 还故意 刻意要说慢一点 或者说 Zashibiz 这样子就说 也太好了吧 这样子 大概就是 我们这个样子 如果你有时候 想表达 称赞 然后同时表达 你跟他们的感受 一致的话呢 就可以用下面这几些句式 Nie doze Ochen Bandrabils Nie doze Ochen Bandrabils 这个我也好喜欢 但很喜欢 Mnie doze Mnie doze Mnie banrabils Wo 喜欢 Mnie doze Mnie banrabils Tao de 我的喜欢 Mnie banrabils Douze E Ochen He Nie doze Ochen Bandrabils Klas 好的很 极好的 Klas Yā Yā wu Vos Yā wu Vos Tao Yā wu Vos Yā wu Vos Tao 就是我心心若狂 完全的高兴满意的状态 你看我特地配了一个 这么多心都飘出来了 就是对它的赞赏 已经快要溢出电脑屏幕了 那种感觉 这个Gordney 它的原型Gordney 就是满的完全的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心心若狂 我赞叹不已 就是不只是赞赏了 还差不多到达敬佩敬仰那种程度 我尽快要溢出电脑屏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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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VASKI SHARES呢 我嘛它是 我赞赏后面接是五个 我赞赏了演员的表演 就是他们演得太逼真了 演技太好了 如果这个样子是男生的话 就是 如果跟老师样是个女生的话 就是 还是有一点点 当你所见的 想生是两人,不如是幸福的 看着我 这个直播 当你逻输着 自出来的 一跳 你是欣赏你的 我欣赏你的 有亚 你欣赏你的 我欣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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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欣赏你的 欣赏你的 我欣赏你的 我欣赏你的 MENYA VASKHISHEYED EVO TVORCESKAYA ENERGIA MU SHISTVA STOIKOSTI 这里我们看到没有说 这意思是MENYA 因为是被 就是令我钦佩 然后这个才是主语 EVO TVORCESKAYA ENERGIA 它的创造的能量 热情 MU SHISTVA 力量勇敢 然后STOIKOSTI 坚定 它的创造热情勇敢和坚定 令我赞叹 使我敬佩 MENYA VASKHISHEYED EVO TVORCESKAYA ENERGIA MU SHISTVA STOIKOSTI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单词和字组 VASK 感到异常的高兴 欣喜兴奋 如果是我高兴 就是只用前面加我就可以了 很简单 他高兴的 他高兴的 或者 他高兴的 就可以了 前面加主语 Vashishenye 这是他的名词 表示赞叹 赞赏 钦佩 Vashishenye 他的动词呢 未完成时是Vashishata Vashishata 很多次 未完成时是这样子 然后完成时呢 Vashishenye 没有 这是后面接五个被动的 Vashishenye 动名字 Vashishe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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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五个赞叹 赞赏 钦佩 后面接什么是他赞赏 钦佩 Vashishe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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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叹的 极其欣赏的 就是用短语形式 Vashishe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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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加集物 就是集物 是赞叹 capital 现在Fish 十 reducing Vashishenye Vashishenye Washishenye Vashishenye i Vashishenye Vashishenye 当然它还有就是游戏的意思 但我们就指的就是表演的范围内 Energia Energia 精力 能力 能量的意思 Energia 下面呢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去说 我很喜欢你是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 接一些很短的句子 用俄语应该怎么说 我喜欢你是因为 虽然我们说喜欢是没有理由的 但是我们来这里来说一下理由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很聪明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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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我们注意的是 就是比如说 包括 咱们中国说男生跟女生的好看 都是男生说帅 或者怎么样 英俊 女生的话就是 漂亮或者 美丽或者其他的词 但是俄语中呢 它的前面都一样的 男生也可以用 красивый 然后它是 那个 杨姓 就是 女生就 красивая 我喜欢你 就是同一个 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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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доблый ты доблый ты доблый ты доблая ты доблая ты доблая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смелый ты смелый ты смелый 你很勇敢 ты смелая ты смелая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щедрый ты щедрый 或者 ты щедрая ты щедрая 你很 看 很大 方 因为夸人每个人有不同的优点 所以可以说很多 我爱你,因为你爱你 因为你爱你 因为你爱你 或者你爱你 因为你爱你 因为你爱你 这个是指善解人意的 就是理解别人的 提提人的 我们看 这个是指善解人意 这样的声音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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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有幽默感的人做朋友 会开玩笑的人做朋友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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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 你是个带幽默感的人 有幽默感的人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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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这是句俗语 我们先看它的字面的意思 它面包不用喂了 给它 让它开玩笑就行了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不吃面包 不吃不喝 只要能让它开玩笑就行 意思就是它很爱开玩笑 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完整的 如果我买买买买买 我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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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它就是指 说话总能说到点上 比较尖锐的那种吧 风趣又尖锐 All Austria Naizik All Austria Naizik 也是跟这一样 就是它说话比较尖锐 也很风趣 换了一个形式说而已 All Austria Naizik 与Univor Austria Naizik 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De Ostra Sloth De Ostra Sloth 你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 你然后Ostra 尖锐的俏皮的 Slow 单词 其实它这里不止单词 它就代表言语 话语 De Ostra Sloth De Occi Visioly De Occi Visioly 就是说你是个每天 就是个很开心的 很开朗的人 De Occi Visioly We封面前 We封面前 Lazwer Kat We封面前 Lazwer Kat 是说你很擅长 使人开心 逗乐其他人 Lazwer Kat 就是开玩笑 消遣的意思 然后 We封面前 Lazwer Kat 知道怎么开玩笑 懂得消遣 你从不会让人觉得无聊 你不会给人无聊的机会 他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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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句呢 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比较有趣 然后逗乐的 会开玩笑的 然后这个smish name呢 他有搞笑滑稽的意思 有时候他说可笑 也会用smish no 但是夸人的时候 因为有上下那个情景 会有语境 所以on bell smish name 可以就是理解为 他很搞笑滑稽 下面呢是表示 对某些事情的赞赏 印象深刻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件事 这件事留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件事给了我留下了很难忘记的印象 这件事给了我留下了很难忘记的印象 这件事给了很难忘记的印象 我留下了没有记的印象 我现在到现在我还非常难忘记的印象 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下面呢这里就有那个单词的分析 阿日达之后期待月亮 阿日达之后期待月亮 Special training 印象 Special training 印象 感受 Special training 还处于在什么什么的印象中 Special training 过去时 Special training 说明这个动词呢 Special training 说明产生 Special training 引起 带给 怎么怎么样 Special training 带给 给谁留下深刻印象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段对话 看在具体的 就是没有特定的场景下 就是怎么表达自己的赞赏的 这是两个朋友 两个人看完电影之后 然后讨论 Ну Как тебе фильм Просто потрясающе 根公司 尤其是 做双方计 です 我건并不是感觉 尤其中的音乐 但o real 缓射 最后感觉 скажите 正常 今晚 刚才 放弃 прос她 isiert 它是在很久的景觀。 В遇到很久的景觀。 我這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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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的兴奋 我自己也没想到 也没有期待说 我会这么喜欢 有趣的 актер 音乐太好了 音乐也挺好 我比较好的 我喜欢你 你觉得 你肯定是 你可别做得更更好 词词来说 我希望你不懂 比较好的 我希望你最好 但是 但是關於演唱片和演唱片 我和你同意 Кстати,你為了你的演唱片 我開心,讓你喜歡 他不喜歡 我非常不喜歡 而你呢 我非常不喜歡 我認為 我認為 可以做得更好 我認為 可以做得更好 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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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 我先生urgence O Network 我認為 這個 我覺得 我認為 XD 我認為 比较更多 От этого режиссера я читала больше Но насчет актеров и soundtrick 这个因为是英文的单词 直接翻译过来的 所以就是一个一个读他的印字 叫你有点怪 Saudtrick Jazda bui saglasen Kestadi, как тебе финальная сцена? 就说啊 但是我同意你关于演员还有配音方面的 就是我觉得演员和配音也做得非常好 Kestadi,顺便问一下 Как тебе финальная сцена? Jazda bui saglasen Она на меня Она на меня произвела огромн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Да, офигенно снята 他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然后后面一个人 这个Sashen呢 虽然他也挑剔 好像导演没有做到他满分 没有做到他能做得那么好 但是还是觉得结局拍得非常棒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之前 大家对那个江文的一部之遥的评价 其实他那部电影还是比很多 尤其现在烂片这么多 比大部分电影都要好的 但是因为大家都把那个 我们摆在那个神位上面 所以就觉得他拍了一个 只比一般电影好 一点点的电影就觉得 就好多人在说烂片 不是在微博上还有很多就是骂战吗 这是题外话了 总之呢 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下 怎么样用俄语称赞别人 希望大家用得到 然后如果你有俄罗斯朋友的话呢 也可以经常用这些句子或者词语 表达你的感受 希望你在朋友中变得受欢迎 变得更加受欢迎 应该怎么说 谢谢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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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